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伊甸果汁 上次跟各位介紹了精密百香果 今天發現有一顆百香果已經有熟了 那我們就把它摘下來 那現在要現場切給大家看 看精密百香果裡面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也要親自品嘗給各位看到底是什麼味道 來,我們現在把百香果切開 讓各位欣賞 要拿著 切開 好 精密百香果非常的大 你看像木瓜一樣大 這麼大的百香果到底好不好吃 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來,請各位觀看 來,各位客觀 來,噹噹噹噹噹 這就是精密百香果 好不好吃呢 喔,很香很香 很香 喔,很香很香 很香嗎 來,我聞看看香不香 嗯,真的很香 嗯,真的很香 可是味道好不好吃 不知道 來,蔡芋生 拿湯匙過來 首先,請老媽子先品嘗給各位看看 等一下拿湯匙 這樣就好了 這個 它的皮很厚 來,注意看 它的皮很厚 聽說皮也可以出 你能啊 你能這個聽說可以出 聽說這個也可以吃嗎 好,吃看看 甜甜的 甜甜的 好,再來吃我們吃它的果肉 味道如何 嗯,跟百香果一樣 跟百香果一樣 跟百香果一樣 嗯,好 所以這就是 酸酸甜甜 甜的比較多 還是酸的比較多 嗯,平筋平筋 平筋平筋 來,多多你吃一口 快點 好,這就是精密百香果 應該是蠻好吃 我迫不及待要吃看看的 那就先這樣子 拜拜